好就在您關心金華城病案目前的最新進度呢 今天下午台北地檢署是第七度的來提訓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這也是彭震生目前在押被告裡面提訓最多次的一位 好今天提訓彭震生很有可能的就是要針對這個 圖利的市政要來再持續的鞏固 包含大家不要忘記了 當初這個檢方聲押彭震生 其中除了圖利罪之外 還有收賄罪 也就是說彭震生現在這個可疑金流的部分 金額都還沒有來曝光 不排除檢方密集的來提訓彭震生 除了是圖利罪之外 還有可能就是要釐清這個收賄罪的部分 好今天除了下午彭震生之外 上午就是提訓柯文哲 柯文哲先前是10月1號的時候 有表示說不願出庭 因此當天是提訓遭到取消 隔了16天之後 才在今天第五度的來遭到檢方提訓 不過這回柯文哲抵達的時候 卻是沒有戴眼鏡 但是開庭大概兩個多小時之後 準備回球車上的時候 卻是穿上了外套 並且也戴上了眼鏡 現在外界都非常猜測說 柯文哲他到底現在又是出哪一招 因為現在雞壓期即將就要滿了 也因此檢方現在更是加緊腳步 希望可以拼月底錢來起訴 不過外界 包含法界也分析說 現在柯文哲的貼身帳房 橘子 徐子瑜目前都還沒有來倒案 也就是說不排除 只要徐子瑜還沒有倒案 從證人轉為被告之外 甚至很有可能會遭到通緝 也因為橘子還沒有倒案 所以柯文哲延壓的機率非常的高 但是檢方想要嚴壓柯文哲以及 還要再提前的 也因此最快在十月二十四號之前 檢方很有可能就會有再下一步的動作 所以今天再來提訓這個彭震生 現在大家也非常的關心說 下午的進度到底如何 原本預計是說下午三點要來開庭 但是律師擔心說可能檢方會問比較久 因此怕彭震生搭不上五點的球車 所以提前到兩點半來開庭 所以現在提訓還持續地形當中 稍後如果有更緊不消息 我們會繼續幫大家掌握